什么时候娶我 这是 这是离婚来了 家里的米面油盐需要户口 你把我晾在一边想饿死我 问你话呢 去不去 去 什么时候 你讲 明天 明天 好 那就明天 永芳因为被丫鬟刁难 决地反击成功逼婚上海王 两人当天就开完了婚纱照 各成亲钱一晚永芳去旧情难忘 他冒于找到了同样惆怅的准女婿 唐力天 你咬了我 反正也没人相信 我这身子是完整的 你拿去 唐力天为他擦掉脸上的雨水 两人紧紧相拥 紧接着两人来到旅馆 情不能自已 然而关键时刻 唐力天却打起了退堂鼓 他为了永芳决定不碰她 永芳却认为没人相信 她是完整的 用不着别人相信 她知道就好 她知道就怎么样 她会更疼 更珍惜你更爱乎 永芳一把抱住她 她只想把最宝贵的东西留给力天 因为明天她就会属于别人 可唐力天却狠心拒绝了她 永芳失落地回到小阳楼 却发现老段在等她 段少容明显起了疑 但还是对永芳嘘寒温暖 没有一丝丝自备 随后她决定去永芳以前的住处调查 可走到半路却忽然反悔 她什么都明白 但还是选择了相信永芳 隔天 两人的婚礼如期举行 然而在晚宴上永芳却一杯接一杯的喝 唐力天也是借酒消愁 那么今夜过后又会发生什么呢